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日韩国经济到立川市 以物流仓库施工现场发生火灾 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不幸遇难 韩国外交部官员5月1号表示 将妥善处理韩国立川火灾事故中 遇难中国公民的后续事宜 为其金属富含处理后事提供便利 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官网消息 5月1号 中国驻韩国大使刑海明 致电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金剑 就立川火灾事故代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向韩方表达慰问